这才是野外建造的天花板 男人不仅在野外建出豪华庇护所 还为自己打造了一台精美烧烤炉 在野外也能吃上墨西哥基尼泰美卷 此人名叫大马哈 前来野外建造家 一人一狗就出发 走了很久的大马哈 看中了一颗早已枯萎的大树桩 决定将它作为天然承重主 于是利用树桩的优势进行建造 二话不说就把木材处理完成 拿出战斧将枯树进行简单处理 然后将准备好的木材卡入槽内 每一根都精准卡入 将这颗树桩能用的地方都用上了 固定好地基的木桩后 它将木材依次铺在上面 这样就得到了平整的地板 随后拿来更粗的木材当作楼梯之主 它在木材上凿出凹槽 将木板相入其中 这样的结构是相当牢固的 接下来开始搭建屋顶 拿出拱钉进行加固 不然房顶结构是很容易倒塌的 三下五除二就做出了斜面屋顶框架 然后它将木材定在上面做成墙壁 这里的每一根木材都是它事先处理好的 铺设完成后将多余的部分锯掉 完成墙壁部分 随后又拿出防水布铺在屋顶 细致的大马哈并不马哈 怕漏雨的它拿出喷火枪 把防水布边缘进行软化处理 使其更好的贴服屋顶木板 休息片刻后 它决定先把余下的墙壁铺好 铺好后立马开始了木门的制作 精准测量后 我直接给它剪辑出一个美观的门 这样就省事地跳过了复杂的制作过程 木门做好后露台位置分控也不能少 马哈装上了Made in China的玻璃 这下就算黑熊来了也不带怕的 到此大马哈的豪华庇护所就算完成了 害怕新家到处都是狗子奥利给的它 随即便开始了工作 只见它将木桩插入地下 又聚出一些木段进行处理 然后固定在木桩上 搭建的方式和房子没什么不同 这就是给狗子做的假 现在一人一狗的幸福指数肯定直线飙升了 第二天 大马哈将附近的树桩进行处理 准备做个露天阳台 他用木材搭建出框架后将木板也铺设上去 这样美观的露台也随之搭建完毕 为了出入方便 他拿出铁铲挖出台阶 将木桩铺在台阶上直通自家门口 完成后将两个木桩里面也掏空 又找来几根木材将其连接起来 就得到了一台精美的烧烤炉 他将炉中放入野生水泥涂抹均匀 然后用捡来的鹅卵石铺平 又将上面一层用锡纸进行包裹 这样能大大保留炉内的温度 等下就可以吃上美味BBQ啊 有炉子没桌子怎么行呢 随后就找来两个原木板将其连接后 桌子凳子也随即告解 大马哈感觉周围环境过于单调 就找来了一些绿植装修在楼梯的周围 这种感觉很是清新 完成后感觉自己的胃里被掏空 饿坏的他在烧烤炉中生火 然后将处理好的鸡胸肉 以及鱿鱼放上面烤 如果不干这些活 就这份量肯定吃不完 学过时间管理的马哈 切了一些蔬菜 随后打开炉盖 看着非常哇塞 最后将所有的食物处理一下 这样就得到了精力泰美卷 卷好后放入炉中将皮烤脆 干净又未生的鸡肉卷简直太美味了 很好喝 像我跟家人一样 也要不干扰 然后把这些食物花儿 说几个年轻人 然后给她吃 看起来 吃光 吃光